加持啊,那它加持的時候,它那個花上面好像有很多的樹啊什麼的 它就是腦袋裡面的 能量要去釋放,它很多東西會一直放在心裡 其實對你的睡眠會有影響 還有沒有思考,不是各方面都會有影響這樣子 那是不是直接加持啊? 那它那個樹的一個重點的影子就不見了這樣子 就不見了 對,就是真的 然後再重新加樹,它更加濃濃濃濃濃 我覺得那一努度花還蠻頑強的 那一些固定的思考可有來去改 花的香味啊 你就看師傅就 就說好人做到底 他就喝酒,然後就噴 就幫助他有一點异性、人緣 薄肌其實還有一份 对方 神经系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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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腰部就是容易长骨刺 还有肾脏的部份 气管还好 不是长期性的问题 神经系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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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他的一个 气筋 就是到腰的正中间 要特别注意 可能知识或各方面 就是说容易长骨刺 师傅还有其他的开心 我可以醒白所说 你来这样就把它弄好 就是说就是要 要趕快醒来 就是说再来这样子过一辈子 也许能不能睡 就是再来又是下一个辈子的开始 这样不是很没有意义吗 至少要学一个新的东西 这样子 感谢师傅 可是他就会有那种 壮志未愁生鲜思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 就是我就有一个 树的那个性格存在 嗯 嗯 那个 坏菜不育的感受 嗯 就这样子 你自己先做一些改变 其实周遭的那些状况 就会改变 包括你的环境 会改变一种 好 你来感谢师傅 跟师傅 你拜一下就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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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等一下 久我再来